来 喂 王总 现在七点五时 我正准备出门了 我之所以今天起碗了 那是因为昨天失眠了 没关系 今天上午也没有会议 你那边没有什么情况吧 我失眠是因为昨天啊 董事长突然间来找我 跟我说了一堆 有的没的感性问题 把我给说梦了 所以我才失眠呢 董事长去找你了 难怪 你说什么 没什么 房秘书 我要跟你合胞地说说这个 你昨天这个 不辞而别的事啊 这涉及到我们的深度合作 你最好认真地对待这些事 好的 我知道了 我没有想到 房秘书是这样子人 我希望 这样的事情不要再发生了 房秘书 你找我什么事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我想 夫人对我可能有一些误会 我要来解释一下 但是会涉及到 王总个人的私事 还希望您能帮我保密 小瘦的私事 是 王总不是搬出来住了吗 其实 我就是他的房东 那天我去帮他解决噪音问题 没想到夫人突然来了 王总怕他误会 一着急 就让我躲起来了 原来是这样 有意思 非常抱歉 还是让夫人误会了 所以 我想亲自来解释清楚 王秘书 我相信你 一般那儿 我会去说的 王秘书 这个我签好了 嗯 刚才你一声不吭去哪儿了吧 我去忙了点别的事情 那昨天你也一声不吭就走了 为什么 昨天是因为 你本来说是不想单独见董事长夫人 我才陪您去的 但既然有别人在 我就没有必要留下呀 你看到这是个相亲的局 所以你就走了 我才陪您去的 我才陪您去的 但既然有别人在 我是看你很开心 所以就把根本不存在的会议取消了 我有很开心吗 你当然有 也就是说你看到 我跟李梦珍在一块儿聊得很开心 所以你生气了 我怎么会生气呢 黄总 你想多了 我是不想打扰你认识别的女孩子而已 你不是在谈恋爱吧 是这样 你怕打扰我认识别的女孩子 我完全理解 不过我确实没有跟李梦珍在一块儿聊得很开心 我一直在找你呢 您是在找我 为什么呀 你谈恋爱了 没有 那你干吗一副被女朋友抛弃的样子 黄总 您一直在找我 为什么呀 你 你不是坐在哪儿吗 你走了我当然要找你了 奇怪吗 那个会议的那个记录 你一会儿发给我就行 王总 您还要咖啡吗 不用 那我先忙了 我也是 我也是